GDP的成長率會達到6.04% 那這個是也是多年以來的新高 民間的還有政府的投資 那還有輸出率的暢望 中研院預測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為6.04% 相較於7月預測上收0.99個百分點 轉望2022年受供應鏈瓶頸 以及通膨因素影響 全球經濟動能將有所趨緩 而台灣國內消費回溫 經濟成長渴望維持 在考量高級期的因素下 預期2022年經濟成長率為3.85% 中研院預測台灣今年明年的CPI年增率分別為2.01%以及2.04% 都高於2%的通膨警戒線 其他機構可能低估了這個房價對未來的房租的這個產生的這個影響 供應鏈憑檢的這個問題在惡化的這個狀況呢會延續的更久 中研院表示美國今年通過一兆九千億美元的經濟振興方案提供過大刺激 造成美國通膨無法下跌 而美國是台灣主要貿易國家 美國通膨無法很快紓緩也會影響台灣 中研院也指出台灣物價水準在過去十年來都持續非常的低 有通縮疑慮 溫和的通膨對景氣發展有正面效果 新唐人亞太電視劇 黃藍檢 張雲廷 台灣特別報導